AK47的性能究竟有多优秀 电影《战争之王》中给了这样的评价 将铸钢和胶合木板结合在一起 做成优雅又简洁的九磅混合物 它不会断掉卡壳或过热 无论是沾着泥巴还是浸了沙子 它都可以设计 简单方便连孩子都可以使用 方便结实等等优点 让AK47刚一面世就站在了枪械家族的巅峰 可以说是纵横江湖 弹求一败 这个时候有个人非常不服气 这个人就是美国的轻武器设计师斯通纳 他决定设计一款能够打败AK47的 美国突击步枪M16 那么究竟是AK47强呢 还是M16更胜一筹呢 咱们呢还得战场上见呢 AK47突击步枪问世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 因此这款武器除装备苏联军队外 更多被消防第三世界国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亚非拉一些曾被欧洲殖民的小国 掀起民族独立热潮 卡拉什尼科夫的AK47突击步枪 也随着苏联的援助 跨海越洋被送到这些小国的 邮居队员手中 莫桑比克还把AK47画在国旗上 以纪念在民族独立战争中 AK47的重要作用 1959年越南战争爆发后 苏职AK47以及中国生产 仿AK47制造的五六式冲锋枪 大量装备越共游击队 成了游击队员最喜爱的武器 在反映越战的美国电影 野战牌等影片中 人们就能看到AK47的影子 当时美军仍在使用老式步枪 越战爆发后 美军士兵在越南战场 遭遇AK47的迎头痛击 纷纷要求美国国内 能为他们设计一款新型步枪 以打败AK47 这一使命 落到美国著名枪械设计师 斯通纳头上 他决定研制一款 名为M16的突击步枪 以与AK47抗衡 一场AK47与M16之间的对决 在越南战场上站来 斯通纳虽是专业枪械设计师 但他本人却缺乏战场经验 结果M16研制出来后很不实用 那么美国人就在M16上面 使用这个小火星子弹 那么另外一方面 美国人为了降低它的重量 在M16上用了很多工程素材 但美国人就等于 把很多塑料的枪械发给部队 部队大兵一看 这番玩具钱我不要 M16投入越战后 也受到卡拉什尼科夫关注 当时卡拉什尼科夫听到 从越南传回的消息 得知美军的M16突击步枪 在战场上大量出现故障 他回忆 听说许多美国士兵 被越南人打死时 手中的M16已经被拆散 显然这是因为 他们在遭受袭击时 拼命想弄明白 为什么自己手中的步枪会掐壳 为什么会发生那种情况呢 主要还是因为最早的时候 M16它的前程是AR15 是由斯通纳设计的 斯通纳当时设计 是想作为一款 它是为空间飞行员设计的 一个自卫用箱 但是到了越战的时候 美国军方这边 想要求把弹药改变了 也换了威力更大的这种火药 导致M16在发射之后 会积累很多的火药残渣 于是很容易将这个 就是战堂抢住 当年越共游击队 还有一种战术 更动时把AK-47突击步枪 扔在水田里 当美军经过时 游击队员就把枪 从水里拿出来 在背后打冷枪 久而久之 有些AK-47的木托已经炮烂了 但枪却能正常使用 相比之下 美国大兵在行军途中 需要把M16的部件包起来 才能防止渗水受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